嘿 哈喽 兄弟们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韩半 这一期的韩半非常的硬核 就是帮我这位发小选一个车 你们知道发小什么意思吗 就是打小一块长大的 你最近有什么需求 就想要一辆30万左右 好看好开的纯电SUV就行 听说你电车的指标刚下来 是吧 恭喜 现在养一指标真太难了 那我今天给你推荐推荐没 有什么好推荐 好推荐的东西太多了真的 那看看吧 来 大哥 来 兄弟 这车忘记面前了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特斯拉 我当然知道你喜欢特斯拉 说真的 现在马轮王特斯拉特别多 电动车里面特斯拉是绝对的王者 而且他的CEO马斯克 玩火箭玩的也挺标 但是除了他外观以外 你还喜欢他什么呢 不是大哥这溜背多帅 还怎么着呀这车 你真的不懂 虽然说他很好 但他还不够好 兄弟这个绝对少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赛利斯汽车和华为联合设计的 国产新能源和Ato问记M5EV 这个名字非常的长 但是影响他帅吗 你看这看着确实挺精致的 这车头和车尾 有点那先锋科技感 我这直接种草了 这感觉也不错 不过我看这俩车个头差不多 你还真说的没错 这俩车确实尺寸来讲 大差不差 这Model Y是4750 咱这问记M5EV是4785 比Model Y还长呢 所以说他这后排舒适加宽敞 绝对是够实了 怪不得呢 兄弟你知道最主要是什么吗 这车有六路颜色攻击性 什么流金黑 陶瓷白 天青蓝 还有那个你知道 女还特别喜欢那个粉色吗 这也有 我去这车直接时尚感和科技感全都拉满了 直接 其实你仔细看这两台车这个外观 可以说是罗奥白菜各有所爱 每个人认知都不一样 但是大体来讲都是简约都市风 你看这特斯拉造型更加犀利 但是你看咱们这个问记M5EV 这线条明显更加柔和 而且你可以看出来 它线条的勾勒和它的设计感 更加的细致一点 这辆车你都体验体验 你看你想新填哪个 我还是先体验特斯拉 我跟你说你先看看 到时候你就知道差别了 来上车 兄弟小特斯拉不错 正经不错 一坐进来你知道有种什么感觉吗 北欧简约风就跟那种装修风格似的 一切从简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有点太简约了 你不觉得这具有科技感吗 兄弟你管中间发一块iPad叫科技感是吗 多简洁多简约 兄弟你得实用 我平时开车的时候我都得看见我的时速表 甚至转速 时间 胎压 我都能看得见 这我啥也看不见 都能看见这个 屏幕上有 但我跟你讲什么叫科技感 现在都是语音唤醒 你好特斯拉 我有点热 你好小特我有点热 哈喽 你别给我露这小白牙 我告诉你 你先告诉我这车怎么换解 这车我记得好像得摁一下 这样 你好特斯拉 我有点热 他不理解我 他对我表示不理解 你再来一次 应该是 打开空调 空调也开启 这太累了 确实是 这正经太累了 兄弟我给你讲讲 我为了给你选车 我还真就研究了一下 只有两个无线充电 15瓦的 仿皮座椅 其实做的还行 全车14个扬声器 这么看着也够用 那你那个能给我看看吗 兄弟我那也太智能了 近期他都跟你聊天 你知道吗 真的跟你谈恋爱 你知道吗 走吧 兄弟我就问你这一坐下来 跟特斯拉那简约风格比 这是不是装修风格很多了 对那个叫简约风 这个叫豪装 哎 比较奢华是不是 全车咱们的座椅啊 特斯拉那仿皮 咱们这叫纳帕真皮 我的妈呀 哎 是不是有点上档次的感觉 其实不一样 这俩手机开了吧 双40瓦无线快充 咱俩谁也别抢谁了 行 什么叫真正的科技 什么叫真正的智能 特斯拉那是不是 嗯 对啊 识别起来特别费劲 你看我这个啊 小逸小逸 尽松 关闭车窗打开空桥 水下车窗关闭了 空桥已经打开了 我去这个这么智能 你还能连着下指令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搭载在这 湖蒙OS智能座舱 无论是人车交互体验 数字内容资源 还是跨设备链接和操作能力 都是天花板 都是high level 我跟你说啊 这什么连续指令 真的都是小逸子 这鱼在你找不着充电站的时候 尤其的好用 你看啊 小逸小逸 来了 搜索附近充电站 这不出来了吗 直接筛选快充 咱直接就走了 我去这么酷 我再跟你讲一个更厉害的 咱们比如使用华为手机 咱们不是现在手机有导航吗 不是听着歌的吗 你不需要什么carplay 你直接靠近这个屏幕 它就可以直接的内容流转了 这么牛 就直接滑过来了 就是这种音乐和导航的这种无缝流转 后期升级的OTA以后 还有超级桌面功能 界面也可以自己定义 你那么厉害吧 我去我种草了 种草了不行了 你先别瞎操作 你都不懂 兄弟我问你 平时咱们上班是不是挺累的 真挺好累的 就是你没觉得车是一个特别私密的 特别让你放松的空间吧 对 这个车呢有一个更厉害的功能 小逸小逸 来了 打开小气模式 小气模式正在开启 安享休闲时光吧 什么叫小气模式 这太棒了 舒服吗 兄弟你先别跟我说 先让我先让他 我跟你说这音响你真的都没有体验过 这是华为自己的音响 叫华为桑全车有19 包括头枕音响你受不了 它是7.1升档 有1000瓦的功率 算了 说了那么多你也不懂 反正好听 对我确实不懂 但是这带我媳妇出去方便 你媳妇就坐在你的副驾 你开始车 她唱着歌 那行啊 她不烦我了 问界M5EV 功率是200千瓦 360牛米 百公里加速7.1秒 它有一个四驱版本 加速只需要4.5秒 这M5EV标准版的续航 和Model Y比起来还是有优势的 续航的是620米 你知道特斯拉Model Y才多少吗 不知道 545 我还挺关心这续航问题的 你必须关心 因为作为一个电车来讲 没电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有里程焦虑 对我手机要是电少于20% 我特别难受 我也是 这台车有一个业内首创的超级省电模式 怎么说 就你知道手机 咱们不是有一个那种就是省电模式吗 车也一样 它也能有一个超级省电模式 确实现在在我心里的占比 相对于我想买特斯拉来说 我更喜欢这台车了现在 那我再给你讲讲底盘呗 可以 问界M5EV 全铝合金的底盘就完美兼顾了 运动性能和舒适性 就在运动和舒适性能达到一个平衡 前双插臂及后多连杆独立全价 调节软硬失踪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什么 赛利斯汽车和华为联合研发的DATS 动态自适应扭矩驱动 就是控制电机的输出扭矩 减少路面对车辆的冲击 增加乘客的体验 哎兄弟我发现这窗户一关上之后 我都听不见杂音了 这降噪真好啊 那必须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这种价位车很少用这种双层的隔音玻璃 而且还有独创的这种静密驱动电机技术啊 对这个NVH也有特别大的帮助 你知道什么叫NVH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双层玻璃肯定造价挺贵的 哎对 但是你别着急啊 咱买这赶上完了啊 我再带你开一圈Model Y 这Model Y呢是194千码 最大扭矩数呢是340公里 就我感觉你刚才踩那脚 那问界M5EV 那感觉更像流线性加速 但是这特斯拉刚才你一脚踩出去 感觉谁推了我一把是那种感觉 就特猛一点都不稳感觉 这东西就是罗外泰各有所爱 咱们刚才那些引擎配置不都聊了吗 对啊 不管是从音响 做工用料 然后底盘质感 然后包括两个车不都是全景这种天幕 对啊 所以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不过从这个乘坐感受来说啊 我还是更偏向于问界M5EV 我觉得挺不错的 对我感觉那个车可能是因为他们国人造的 他更了解这个国人真正在城市里的代步需求吧 他使用场景什么呢 比特斯拉我感觉丰富一点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特斯拉之所以这么火的 但产品本身确实也过瘾啊 反正我感觉还是因为他就是第一个干这事 对 那这车都什么价啊 这辆车 咱们这个问界M5EV标准版是288,600 特斯拉多少钱 288,900 那价格差不多 我肯定选问界M5EV啊 那肯定的呀 这个性价比这么看 从配置还是怎么样 肯定要比特斯拉强啊 确实是确实是 来不再高啊 这俩车不管是内饰 外观还是性能 你都体验完了 你心里有答案了吗 是我现在更倾向于这个问界M5EV了 对吧 其实说实话啊 特斯拉绝对是跳不出来什么毛病的一台车 不管是它们外观造型 还是它的品牌 你说它产品力真的有那么过硬吗 好 但绝对没有那么好 咱们现在自己这种国产的新能源汽车 其实不管是从外观 还是用量着实程度 包括底盘用心的这种程度 其实远比这些车费用要高得多 其实是我现在为什么选择它 我也是被它的这个智能的配置 还有它的更人性化的设计 完全被它这个东西吸引 你一旦开上了电车 你这个油车可能就会放弃 是因为我开燃油车开的时间太长了 今天感受完电车之后 没想到咱们国产的电车可以这么的方便 这么的智能 看见了吗 我无数次的说过 国产电动车是我们超过这些百年大厂的 唯一一个弯道车车的机会了 你看这哥们都已经按耐不住了 怎么着又是靠不住了 不行 这太棒了 兄弟 这台要不就我开走了 已经开Modal 当时过两天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